除了无人机之外 道路和海上的运输也在逐步的实现无人化 深圳特别措施提出将在深圳的保安区 重点打造海陆空一体化的无人体系 因为保安区港口机场旗背物流场景丰富 具备海陆空统筹无人化的基础条件 我们去保安区看一下 在深圳保安区的道路上 一辆无人驾驶的轻型卡车正在执行运输任务 路线距离大约13公里 此外 约20辆无人驾驶的网约车 也已经在保安区特定路段运行近半年时间 完成近4万次自动驾驶出行服务 最近将使用全新的无人驾驶车型 在国内首次将雷达内置到车辆中 除了无人驾驶车辆之外 海运的无人化也在推进当中 在深圳一个海运智慧服务平台 已经有大量国际海运船舶 在使用智能辅助服务 我们现在已经有300多条船 包含了全普系的船型 以及国内国外的近海远海 以及内核的船型 所以涵盖面是涵盖了整个海上的各个体系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下一步将打通海运和货运车辆 无人体系的数据实现联动 据了解 特别措施将支持深圳市以保安区为基础 以机场 港口 物流园区 开发区等为依托 组织重要相关市场主体 打造统一共享的底层基础数据体系 前期的话我们可能会以物流作为一个应用场景 这个环节上 我们实际上已经拉通了无人机和无人车 无人船这个板块 最近也是在做一些技术标准的一些做对接 后续的话可能我们再把无人船这个板块也能够进来